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忠孝》这两个字 讲了不少次 《会篇》里面对于这两个字 注解 影证也用了很大点篇幅 这个是有道理的 这两个字 人人都会念 人人都会说 可是这两个字真正的含义 认知的人并不多 如果真正明白了 他一定能够做到 他做不到 就是对这两个字不认识 或者是说认识得不够透彻 这个是四十 古人所说 尤其是佛法 知难行义 行中 行孝 尽中 尽孝 不难 对于忠孝这两个字的意义 彻底的通达明了 那就太难太难 所以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 祝福如来 为法界众生 所说无量的经论 总归拿起来 也就是这两个字 可见的这两个字的含义 真正可以说是 净虚空变法界 哪里能够说得尽 世尊说法四十九年 也不过就是为我们提示 是纲灵而已 我们必须从这个纲灵当中去体会 去认知 再认知 然后肯定就能够依教风险了 孝这个字就是佛家讲的 《星星之全体》 《般若经》上讲的 《著法十相》的一个符号 从这个字 我们能够体会到 它所表的意思 虚空发迹 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 谁能够认识呢 谁能够认识呢 在佛经上面讲的 法身大死 为什么他能够认识呢 因为他正得法身 什么叫正得法身 什么叫正得法身 肯定 虚空发迹 一切众生是自己 这个肯定 这个肯定就叫正得法身 这个肯定就叫正得法身 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呢 给诸位做了报告 我们跟一切众生当中 还有许许多多的矛盾 有许许多多的误会 有许许多多的冲突 都是不了解四世真相 了解四世真相 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呢 这些事情的发生 就好比一个人生病了 生病是什么呢 佛家常讲四大不条啊 这个人生病了 这个人生病了 我们与一切众生不能调活 发生生病 与一切众生调活 发生健康 障碍 障碍发生调活 是什么呢 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尽私烦恼 沉沙烦恼 五明烦恼 我们在讲习里面所讲的 妄想分别之处 你有这些东西 所以就四大不条了 发生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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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其心动念 言语造足 他说 违背了 发生 发生就是自信 自信就是真心 我们世间人所讲的良心 真纯的善良 我们违背了 违背就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罪业就感到轮回的苦报 苦报怎么献献的 佛说得好 为世所变 一切发从心向身 所以你思为善 国报就变善 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变善 思想窝 你的生活环境就变窝 我们所处环境的顺利善窝 不是别人所主宰的 是自己 与别人不相干 自己要负责任 不单对自己负责任 还要对一切众生负责任 世间 读书人懂得 读书 明里 读书人懂得 读书人也不懂 修行人也不懂 读书人 没有懂得佛菩萨的教诲 随身自己的烦恼习气 哪有不造业的道理 我们前面跟诸位讲过 孝顺 顺怎么说法呢 古德讲得好 是要顺发信 不是顺人情 要随顺智慧 不随顺烦恼 孔老父子 特别举出顺王 给我们做一个榜样 顺王的心目之中 就跟华阴金山 善财同子 没有念样 心目当中所看到一切众生 都是诸佛如来 人家懂得笑话 认识笑话 皆是诸佛如来 一点都不假了 为什么都是诸佛如来 我以心所信 心是如来 如来所信的 哪有不是如来的道理 古人的比喻 说得好啊 以锦作弃 弃气 接近 我们这才明了 虚空发戒 一阵庄严 全是自信 全是诸佛如来 凡夫只有我一个 再说得粗俗一点 世间所有一切人 人人都是好人 不好 不好就是我一个 我做人做得不好 顺 常常反省 天天改过 善才通子 一佛如是 所以他们能够在一生当中 成大圣大行 一生当中 云尘无上菩提 没有别见 就是这么一个认知而已 天天反省 天天改过 学忠 孝忠 敬忠 忠就是忠道敌意 八正道 正思维 正与正与 正与正业 那个正 就是忠的意思 忠就正了 偏就邪了 就不正了 用心 用心要用重 用心要用重 儒家教人 诚意 正心 诚意是消 正心是重 所以人 唯有 尘其意之后 才会用重 入佛 教学 忠心 就在此地 可是我们现前 最大的障碍 是什么呢 分别执着 放不下了 烦恼 习气 太重 关键 关键 还是我们常讲的 不肯好笑 所以 你没有能力 克服你的烦恼 没有能力 克服你的习气 如果你真正好学 你一定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 吸血 别人骂我 他们有道理 我有理 人家骂我 怎么办呢 货长 恭恭敬敬在听 阿弥陀佛 在听他的教训 有耐心的听 看他能骂几个小时 他能不能骂两个小时 骂二十个小时 骂两百个小时 他能骂多少 我就在恭敬听 没事 骂不还口 骂完之后 过几天 他会向你道歉 调活了 问题解决了 他要打你 赶快躺在地上 让他打 我告诉你 我就是这种人 我过去年轻的时候 人家骂我 我恭恭敬敬 那个时候没说服 立正站在那个地方 听他叫诲 骂上半个钟点 他骂完了 再骂不下去了 我在我那个团体里面 考纪第一 品德第一 怎么来的呢 那些骂我的人 把我捧起来的骂 他也不骂我的时候 我们长官男的小的 我还有这么修养 这么好 还给我敌 所以我那个敌 是他们帮助我拿来的 我感谢他了 感恩他了 真的 三天之后 他来向我忏悔 道歉 不能回啊 一回的时候 两个都开除 两个都不要了 所以人家打我 躺在下面 让他打 打几下之后 他手就打不下去了 必须两个人打架 才打得起来 一个人打一个人 不还手 打不下去了 旁边还有好多人看 人要好学 要听圣贤的话 五十三餐里面 历思练心 你不经历这些事 你怎么能磨练你的习气 怎么能够降服烦恼 这是懂得用忠 这一段里面 内容非常丰富 我们的介绍 也就到此为止了 他里面提出 小不孝跟大不孝 是什么原因 原因非常多 非常复杂 他这个地方所提的几点 也值得我们做参考 他是小不孝 是不良的习惯养成的 第一个呢 从小父母娇生惯养 养成他一种悖逆的个性 这个不能说没有道理 父母宠爱 要什么给什么 样样都满他的意义 到将来有一天 不能满意的时候 麻烦就来了 所以儿女要从小再陪 从小要想得怎样教养啊 事迹 不如一丝尝罢酒啊 要让他能有所体会 决定不能够教养啊 合理的要给他 不合理的决定要限制他 现在做父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也不多 第二个习惯 古人常说 寿臣若天信 习惯臣自然 从小要养成他好习惯 小的时候养容易 一经染上坏习惯了 要他改过来 太难太难 这是我们对于儿童教导 疏惑的地方 没有注意从小养成一个好习惯 儒家的小学 懂得这个道理 佛房 这个初初家五年学界 也是培养好习惯了 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儒家佛家都见不到 我们的毛病稀奇 天天在振扎 念佛参禅 学教都不管用啊 上台会讲经 下台一样照旧犯过 什么原因呢 习惯臣自然 这个习惯不容易 这个习惯不容易可服 第三个 重欲 欲望没有止境 不能够知足常乐 这个第三条也可以说 不知足 第四个人 第四个人 忘恩 继怨 这种人怎么能够尽孝 怎么能够行孝 小不孝 有这四个人 这四个因素 让我们一生 生活在严重的罪恶之中 地藏经上讲的 严福提众生 齐心动念 五不是罪 那么换一句话 我们的生活 是生活在罪恶之中 现在这个社会 走到任何地方 都人心惶惶 大家都有个心理上 有个预感 好像世界末日要到 世界末日要怎么度过 宗教家叫人忏悔 叫人要信上帝 要忏悔 要改过 他的话说的没错 但是含义很模糊 模糊不清 所以效果还是不容易得到 信上帝 什么叫上帝 怎么个信法 我们在前面讲过 信心 正直无私 那么由此可止 正直无私 就是信上帝 我们还有一丝好自私自利 那就不信上帝 你没有改过 你没有忏悔 这个灾难 你还是度不过去 所以 认识中 认识孝 能够学中 学校 尽中 尽孝 这世间 这世间 哪里会有灾难 灾难就能够消除 中国人 中国人常讲的 逢凶化鸡 欲难 沉降 什么人能做到呢 孝子能做到 忠臣能做到 这个在历史上 这些公案 太多太多了 为什么忠臣孝子 能做到 忠臣孝子的心 是纯善之心 纯是爱护一切众生之心 纯是利益一切众生之心 那个恶劣的环境 自然它就变过来了 竟随心转 就是这么个道理 心转境界 不是境界转心啊 所以是有理论依据的 我们明里 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法 就知道应该 怎样化解 眼前的灾难 一个人明白了 一个人认真去做了 这一个人灾难没有了 大家都明白了 大家都肯做 公义的灾难就没有了 水灾 贪心 贪心增长 是洪水 成灾 这是火 火山的爆发 核武器的爆炸了 那都是水火灾 成灾 变现出来的 鱼吃是风啊 五慢 不平 这是地震 什么样的念头 干什么样的夜报 所以我们真正能够依照佛的教诲 修三善根 无贪 无尘 无痴 除世代人家屋 我讲过 礼让 忍让 轻让 我们的人生过得有意义 过得有价值 这叫做佛 这样才是过佛菩萨的生活 所以一定要回头 180度的回头 我们才能救自己 才能帮助别人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你好 你好 谢谢大家